这里是我们的茶叶市场 也是全国最大的绿茶批发市场 今天我要去收一点便宜实惠的口粮茶 走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我们来看看最大姐的茶叶 大姐是碎上的吧 我是碎上的 好 我来看一下 碎上高山茶 好 看这个颜色 它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 拍的稍微绿一点 它这个是绿中带黄的 看到没有 不是那种 也不是跟我们松芽那种翠绿色不一样的 它是黄色其实带了更多一点 拍出来可能显得绿一点 但是牙这时候茶叶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牙头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看到没有 不会说非常的断碎 但是还是还是有一些产业 看到没有 这种由于叶子展开以后 它的那个茶叶做干就比较容易吸引 这种断下来 上面是非常非常不错 上面是还可以的 好 我们底下挖一下 这种一袋有个将近一百斤了 大姐让我抓轻一点 怕把这个茶叶给抓碎了 但是我们不抓的话 难以检查下面的 下面是相差一点 有个别 怎么说呢 有个别会稍微大一点长一点 像这种碎叶也有 看到没有 这种就没那么清爽了 这种像这种叶子 这种档次的茶叶下面就稍微相差一点 然后这种片子 我们都要挑过的 但是相差不是非常离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往下面抓的缘故 呃 这个也是市场的行规吧 还行吧 马马虎过的去啊 主要还是看一个价格吧 价格过的去 那这个茶叶 其实也挺好的 是非常实惠的口粮茶 它这个茶叶啊 香气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它是那种豆香吧啊 嗯 豆香啊 也是比较浓郁的那种 行行行 跟这个大姐价格谈一下可以就啊就可以拿下来 已经很好了 已经对这个大姐价格已经都藏下来了 我们藏下来是袋子扣两斤 为什么扣出袋子的一个这个袋子有重量 这个袋子有大概有了 毕竟有没有 袋子八几八两只有的 八两袋子有份量 然后茶叶里面的墨子的我们一筛其实很厉害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一般都是 我们还要那个还要筛墨再剪片 这个手法其实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又是为什么要扣袋子的份量的原因 很多人搞不灵亲啊 很多人会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扣袋子 行 行 那就直接让大姐拉到我丁子就好了啊 来来来来这边报台上 台上吧 这个哪边太重了 99斤扣带子 所以两只扣2斤97斤啊 大姐的这包茶叶总体来说还可以的 但是这个级别的茶叶啊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 就是它这个茶叶还是由于原料等级的原过 有碎片的 这种碎片呢 我们又很难清理出去啊 像这种这种都是断掉的 因为这个茶叶原料不太高了嘛 原料等级不高了 所以这个茶叶我这样一筛 啊 上面会有呢 这种这种这种小碎片 可能我那个用 那用那鼓风机吹都吹不出去 塞都塞不出来 所以造酒的问题呢 就是茶叶可能会有一些断 断条的那种感觉啊 这个就是茶叶 怎么说呢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毕竟是这个党籍的茶叶了 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其实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 泡开就非常明显的 来看一下 像这边 呃 其实这个牙头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一些看那边 小断片在那里 小碎片在里面 啊 这个都塞都塞不掉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个茶叶呢 等级它是上不去的 价 呃 口粮茶吧 啊 价格也是比之前便宜的好多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